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印度河流与文明有着对自然崇拜的理念 所以在古印度的神话中 日月星辰与山川河流都被赋予神性 人类也能够经由锻炼与修行得到力量 在神秘与华丽的外貌下 存在浓厚的人情味 无论是神还是人或者是动物 都存在着爱恨情仇 不断的破坏与重生 正与邪对抗正面交锋 这些故事优美动人 让人们摆脱苦难 同时展现对幸福美好的渴求 也表达了人对于秩序的追求 理解自己应尽的责任 与面对人生应有的智慧 故事及人生 预言物道理 欢迎收看畅耍预言 2000多年前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修成正果 在印度 无论是佛教还是印度教 都把菩提树视为神圣之树 今天要来看一个菩提树的传说 大山人巴拉特一生都在做善事 一直到遇见某个人之后 他决定要放弃财富和地位 只为了再见对方一面 这个看似固执的等待 背后却是无限的祝福 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大山人 他的名字叫做巴拉特 他所拥有的财富 大多是祖先留下来的 所以他非常的感激 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回馈社会 不但经常捐献给学校和医院 也帮助贫苦的人 兴建了许多条的道路和小桥 便利交通 方便人们出行 除了慷慨捐助资金和物资之外 巴拉特也会亲自参加救灾的活动 每一次发生自然灾害或是灾难时 他总是第一个时间就前往灾区 亲自帮助受灾的群众 提供食物还有医疗支援 给予人们最大的帮助和支持 巴拉特的人品优良 他待人和善 谦虚谨慎 不会因为自己的财富而自大或傲慢 他总是以真诚的态度对待每个人 并且尽力辅出 这些善行和美德 使他成为了整个国家中的杰出榜样 人们深深的敬佩和感激他 身为商人的巴拉特 事业非常成功 他承接祖先留下来的商行 在他的商行没有阶级之分 他非常重视员工的福利和发展 致力营造积极和谐的工作环境 他认为 员工是商行的重要资产 只有将员工的才华和潜力发挥到极致 才能够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他相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跟潜力 不论背景或是学历 因此 在商行需要人才的时候 巴拉特就会经常邀请一些穷苦的人家 长大的孩子 来到商行学习 只要有热情 才华和努力的精神 他都愿意给对方机会 他相信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机会 只要把每个员工放到适合的位置 一定都能够发光发热 由于巴拉特对员工的重视跟栽培 他的商行生意越来越好 每个员工都非常感谢他的提拔 愿意奉献心力来经营商行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商行的氛围是积极向上 员工们互相协助 彼此分享经验和技能 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这样的企业文化 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加入 所以商行的发展日益强大 巴拉特始终不忘回馈社会 他成立了一个慈善团体 用他的财富和商行的资源回馈社会 为弱势族群提供帮助和支持 巴拉特慈悲又善良 他感激祖先留下来的财产 除了帮助穷困的人之外 也接下祖先留下来的商行 广纳了许多没有学历背景的人 他明白这些人不是不愿意努力 只是苦无机会 他鼓励他们可以透过努力 来留转命运 有一天巴拉特听说了一个人 这个人一直在他的心中 他决定要动用一切关系 一定要找到对方 随着商行和慈善团体的营运 越来越稳之后 巴拉特就把手中的权力 慢慢的释放出去 让这些地方有自主管理跟发展的空间 而他自己也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之后他就经常在国内外四处的旅行 观察哪一些地区需要建设环境 有一天 有一天巴拉特坐在家里看书 忽然看到有人从窗户外面经过 他被这个人吸引了 就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书本 奔出家门 沿着窗外的方向跑了过去 希望能够找到那个人 他沿着街道不停地追赶 但对方走得非常的快 很快的就消失在他的眼前 他感到有点失望 不禁在心里想着 这个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我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我一定要再见到他 巴拉特回到家之后 马上就运用了自己的人脉 去寻找这个人 此外 他还凭着自己的印象 请人画出小像 希望能够更快地找到对方 经过漫长的搜索和尝试 终于 有人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 找到了这个人 得到消息的巴拉特 马上就赶到这个村庄 却发现 他不是自己要找的人 虽然感到很失望 但是巴拉特不打算放弃 他独自在村庄四处搜索 一直到天色越来越晚 最后 他随意找一家旅馆休息 就在巴拉特熟税的时候 他梦见了一位天神 这位天神对他说 巴拉特 你无私地奉献自己的财富 帮忙建桥造路 扶植贫困的人 所以累积了很多的福报 现在你可以向我提出要求 我可以帮你完成心愿 听到天神的这番话 巴拉特并没有感到惊讶 但是他想了一想 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需要的 他就只是想要再见到对方一面 天神告诉他 如果你真的想要见那个人 就要舍弃现在的人生 投身变成一棵大树 等五百年之后 也许就有机会 可以再见到那个人一面 巴拉特想了很久 他真的太想要再见到那个人一面了 于是就决定要用五百年的时间 变成一棵树 过了不久 他就死去了 转世之后 变成了一棵大树 筑立在河边 巴拉特经历了无数年的孤独和折磨 他无法走动 也无法说话 每当风吹雨打 他都只能够默默地承受 有的时候 还得忍受动物的破坏 他们会在树上挖洞 啃食叶子 还会用牙齿削去他的树皮 这种痛苦 让巴拉特苦不堪言 他越来越绝望 可是 一切都已成定数 他只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 希望五百年后 可以见到心中的那个人 《畅所欲言》是十方法界卫视 为亲子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 更是细腻精致 《畅所欲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新作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畅所欲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民十方法界基金会 巴拉特只不过是冲冲见过对方一点 助对他魂牵梦移 为了要再见到对方一面 巴拉特的甘愿变成一棵大树 站在河边 忍受痛苦和折磨 有一天 那个人终于出现了 可是 却没有正眼看巴拉特一眼 匆匆匆离开 看着对方的背影 巴拉特动不了 也无法开口 这个时候 天神又出现了 天神提出了两条路 让他选择 巴拉特忍受着一切的痛苦跟折磨 一直在河边安静的等候 他的身边 来来去去过许多人 不论自己喜不喜欢这些人 他都只能够待在原地 静静的看着这些人来 又静静的看着这些人离去 时间过得很快 五百年的时间到了 河边的景色 也发生了许多的变化 但是 巴拉特依然还是那一棵高耸的大树 终于有一天 巴拉特看到他梦寐以求的那个人 他缓缓地从河边 另一头走过来 当那个人经过的时候 巴拉特激动地手舞足道 不断地摇晃树枝和树叶 企图想要吸引那个人的注意 让他能够走到自己的树下 乘凉休息 但是 那个人只是缓缓地走过去 连看都没有看巴拉特一眼 好像这棵树不存在一样 巴拉特感到非常的失望 他想要大声呼叫 但是他没有声音 无论内心有多么波澜 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他想要追上那个人 告诉他 自己已经等了他五百年了 但是 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移动 失望又委屈的巴拉特 只能够静静地站在原地 看着他梦寐以求的人远去 一直到他的身影 完全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 巴拉特心想 我都等了五百年 为什么只能够再见他一眼 就连多相处一下的缘分都没有 就在当晚 天神又来了 他对巴拉特说 我知道你非常的失望 但是你们的缘分 就只能够见上一面 如果你还想要见到对方 就只能够在河边 继续等五百年 或许会修得一点点的缘分 当一棵大树 实在是太辛苦了 我希望你可以放弃 我会帮助你重新投胎 忘了那个人吧 何必要折磨自己 巴拉特听了天神的话 陷入了一片沉默 他非常的矛盾 因为自己很想要跟那个人相处 但身为一棵大树 在河边等待非常的辛苦 他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五百年的等待 已经带来了无尽的孤独和煎熬 巴拉特深深的吸一口气 静静的回想着两人的缘分 他好不容易得到天神的帮助 而且自己也已经等了五百年 再等五百年也不算什么 为了心中的那个人 巴拉特决定要继续再等五百年 巴拉特知道 再等五百年会非常的辛苦 可是他又不想放弃和对方的缘分 就让他感到矛盾又烦恼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最后 巴拉特决定要再等五百年 随着五百年过去 巴拉特的心态也有着改变和成长 他明白所有的外表都不是自己能控制的 能改变的需要自己的内心 就这样 巴拉特又在河边站了五百年 饱长当一棵大树的痛苦折磨 在漫长的等待中 他看着自己身上的树叶 随着四季不停的生长 又不停的掉落 身边的一切都在变化 始终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停留 他逐渐明白生命的无常跟变化莫测 应该要学会放下执着和期待 他逐渐转化自己的心 以平静的心等待那个人的到来 他体悟到 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就像自己的故事 他默默的等了五百年 好不容易见到那个人一面 但是那个人却毫不知情 就算自己又等了他五百年 而后续的发展是无人知晓的 但是可以改变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心态 学会接受和调整 让自己更加坚强 宽容与慈悲 这一次在等待的过程中 他明白了等待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消耗 而是一种心灵的修炼 可以培养耐心 毅力和智慧 终于有一天 那个人又远远的从河的另一边走了过来 巴拉特没有激动 也没有摇动树叶 只是安静的站在那里 为了这一天 他舍弃了自己转世为人的机会 吃了太多的苦 伤了太多的心 现在他已经学会以平静的心等待那个人的到来 巴拉特心想 或许能够默默的看着他 就是自己能做的事了 他知道自己和那个人之间的距离 不仅仅是时间跟空间 更是生命跟命运的距离 然而生命和命运 又岂是自己能够决定的 他只是一棵大树 无法移动 更不能说话 只能停留在原地 等着他到来 又看着他去 这一次巴拉特决定放下执念 他知道自己已经尽力了 不论那个人会不会做到自己的树下 他都会献上自己深深的祝福 而这是一份沉淀淀的祝福 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成的 他经历了五百年的等待 一千年的悟道 才明白生命中的一切都是缘分 不能够强求 更不能够执着 随后 那个人朝着巴拉特走了过来 看一看这棵大树之后 安然的坐了下来 这一坐就是七七四十九天 原来那个人就是释迦摩尼佛 而巴拉特便是菩提树 后来跟佛祖一起成了佛 从此之后 印度人就将菩提树奉为圣树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棵菩提树 象征着智慧和觉醒 有一些人能够坚定的守护这棵树 最后取得成功 有一些人却选择逃避 当然就失败了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要不断的寻找自己的菩提树 只要坚定信念 无论躲到有困难 都能坚持着走下去 这棵菩提树还一直留在原地 等到佛陀涅盘之后 留下着许多传奇的故事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为亲子共赏 特别计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新作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画布账号42274784 顾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翱翔宇宙天地 嗨!那有宗斯、赫拉、阿普罗代帝 还有普罗米萧姿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话 看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里帕斯的Kinney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唱所预言》 《唱所预言》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一、二、三、四、五、六、七 生活到处是惊喜 一、是傻瓜牡羊 情怀金牛、开心双鱼、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才是幸福水平的 美丽的阵容、奇幻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不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倘过独咬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时间放进口带领 不管是波王还是皇后的城堡 寻信我最想要只愿和你 就在风中紧紧的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星辰永不大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永远永不大